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是我覺得學生很喜歡考的東西 這樣子 來 這個叫做Y的A 加上B的S次方 好 而且你把這個圖呢 畫在旁邊 我們今天先從這個簡單的開始 然後明天再問其他的 來 那這個我覺得你應該不能拒絕我 你知道學生他會怎麼考嗎 看那邊 他會給你一個服務器 然後像這裡有A跟B 他的選項裡面就會問你說 A跟B的譬如說範圍啦 A怎麼樣 B怎麼樣之類的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要問喔 欸 問誰 我要問師傅 看不懂 怎麼 看哪會太難 看這邊 看這邊 我問你喔 Y講為A加B的S次方 來 我問師傅 這個B跟這個圖形有什麼特徵有嗎 好 它是這樣 它代表這個B怎麼樣 這圖形是D-的 所以代表這個B怎麼樣 好 這個圖形是D-的 所以代表這個B會在誰跟誰之間 0跟B之間喔 來 同學寫上去 這個B在0跟1之間 這不是看得出來嗎 它是D-檢盤處 好 再來喔 我再問另外一個同學 這個問誰呢 問博之好 來 博之 那這個A怎麼看 這個A怎麼看 這個B是看它的圖形的D-真或D-檢的情況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A怎麼判斷 其實A很簡單 同學我問你 如果我要判斷A的話 我只要令XX檔的多少 帶進去 你只要令X檔的多少 0 帶進去嘛 你看我令X檔的0 帶進去 Y會檔的多少 A加多大 A加1啊 B的0次方不是1嗎 所以同學你看這個點喔 這個點 它叫做A加1 那這個A加1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比1還要小 所以來這個A加1 這邊小於B 所以同學你這個A 當然就怎麼樣 小於B 聽懂我的意思嗎 誒 知道我在說什麼東西嗎 可以喔 其實這個小於0 其實同學捏小的 它就是把原來的指數函數做什麼 做B嘛 對不對 你加A減A 對不對 那個A其實是扮演一個平易的角色 聽懂我的意思 好 那我想 我們這節課 大概就先 跟同學分享到這邊 那我們明天再繼續 談一些指導的問題 喔 明天沒有